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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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大坏蛋 9岁和12岁的小孩就可以让他知道 虽然写功课很讨厌 虽然做家事很麻烦 但是我们正是在为他们预备将来成为可以成功的人 并且成为一个好先生 好太太 他们就知道了 依稀可以了解 我们这么做是爱他们 而在夫妻之间 如果只能听甜言蜜语 那这简直就是太不切实际了吧 事实上夫妻真正的互补 的确就是透过很多的一些不 很多的一些质疑 很多的一些讨论 甚至有些需要花等待的一些决策 才能够把大家对这个家庭的爱和智慧 能够一起来呈现出来 所以啊 如果我们的人生呢 在爱的接收上面 只能接收别人的称赞鼓励 好像是好处 而当别人开始否定 质疑或是有要求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委屈 哎呀被误解 甚至别人是在利用你 那你就非常的可惜 但愿在这新的一点 我们爱的接收器能够提升 其实我们上帝真的是无条件的爱我们 而且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 更宝贵的是 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 可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感觉不到 神的爱呢 因为神的爱是5G 5G的爱 可是我们接收器可能只是3G啊 只要我们的接收器提升 你瞬间会发现 原来上帝的爱真的是无所不在 而且真的是长阔高深 并且是生不可测 而当我们的爱的接收器提升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不但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周围 其实好多人都很关爱我们 让2021年成为一个接收器提升一年吧 因此我们自然也就成为一个被爱所充满的一年 让我们第一次鼓励好吗 Love from me to you See you next week by bwd6 by bwd6 by bwd6